自主研發的快速充電站 這是我們自主研發的快速充電站 支援日本的制式 我們希望充電站 可以在不同的停車場使用 汽車業界今年在香港 積極推介電動車 2009年在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畢業家李顯達 加入這間汽車零件公司 做工程師 專責電動車電池系統駕硬件管理 入行之後要再培訓 學校提供給我的 只是一個很背景的知識 其實很多電動車的相關資料 我都要自己去找去研究 才可以做得好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電子 還有我知道香港和內地 都很著力地去推動電動車的行業 所以對於我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去做這一行 現在從小方面看 你看到各個零部件 但為何將各個零部件拆在一起 還有你去到功能和表現 需要那些專有的人 經歷過經驗 才可以把這部份的東西拆在一起 變成一部車 在這方面來講 香港引測比較揭發 試圖立生是李顯達的師傅 在北美福特車廠做了十年工程師 和徒弟同一年加入公司 專責電動車零件研發的人才培訓 公司剛剛和比亞迪簽署合作備忘錄 為比亞迪即將推出的電動巴士 研製軚壓系統、倒車系統和乘客資訊系統 通過比亞迪的合作 提供一個合作平台 給我們香港的工業 作為一個設入點 可以推動本地零部件工業發展 商機是否很大 商機來說是非常大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上一年中國已經成為了 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產銷國家 超過1700萬兩 如果將數量從正常的汽車 然後轉化成電動汽車 來發展的話 其實你看到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在十年規劃下 內地積極推動新能源汽車 試圖立生預計 香港的汽車零件業發展會受惠 但是他們的公司 未來就會增加一乘五的人手 理工大學亦都看準電動汽車的發展 計劃在2014年 成立新能源學的兩年製學試科程 電動汽車是其中一門學科 講到新能源 就一定會講到怎樣善用能源 善用能源 其實電動汽車是未來的發展重點 不同於電油 因為電油其實你看油光多滿 你一目了然 你不會說 我還有這麼多油 怎麼走到半多油 我沒有油的 不會的 但電池不是 其實電池暫時來說 不是一個百分之百很準確的量度 有時候你看下去以為沒有東西 但走了幾公里之後 發覺沒有電了 其實是教學相長的 我們做了研究 我們建了一個平台 如果學生有興趣 就和我們來參與 它都可能令我們多些啟發 何蕭劉說 雖然香港目前沒有車廠 但在內地和本港大力推動 新能源汽車的形勢之下 香港的汽車零件大有前景 理工大學未來還會和 新產力速進局合力研發運能車項目 何教授就說 新開的課程也會和大機構合作 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實習機會給學生 讓他們有實戰的經驗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郭詠詩報導